聊聊挖倒伪政府的选举 第一 赖清德当选绝对是个好事 我们要搞清楚 无论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你以为国民党会好点吗 他只是更会骗人罢了 根据马英九自己写的八年执政回忆录 说在自己的八年任期内 美国有四字对挖军售 总额达201亿美元 这大幅度的超过了他之前的李登辉和沉水变时期 如果再把通货膨胀的钱算上 蔡英文买的武器也没他多 两边都是在以武俱统 没有任何不同 都是听美国的命令行事 只是国民党一边干 还要疯狂骗你的钱一边骂傻瓜 民进党当选 是用挖倒的钱买美国的军货 国民党当选 是从内地骗钱买美国的军货 国民党是渣男 每天想着怎么骗钱 民进党骗都懒得骗 他不想装 而民进党当选 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实现穷台困台 而且你以为赖清德当选了他就敢读吗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 台海会爆发战争吗 我认为至少未来三年不会 因为中美现在都没有掀桌子的打算 对美国来说 认为时间在他那边 他要抓紧时间威逼利用全球供应链转移出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 认为时间在我们这边 因为我们要抓紧产业升级 成为全球工业的标准制定者 美国是想不断地营造南海和台海的危险局面 进一步让资本认为在中国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但他根本不可能承受一场战争 准确来说 就是他会让你感觉到要打仗 但他绝对不敢开战 连胡赛武装他都不敢打 何况中国 如果台海真爆发战争 美国99.9%不敢参战 因为参战根本打不赢 只能把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都丢了 彻底失去美元霸权在亚太的置点 美国最多只能隔空谴责 然后拉上美西方集团 对中国进行封锁围堵与制裁 制裁将对我们造成严重打击 但同样对美国造成更加严重的打击 这是杀敌八百 自杀一千 一个俄罗斯托里斯韦夫的体系 已经让美国尴尬了 何况是全球工业霸主 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不再使用美元 那中国将心无旁骛地搭建人民币贸易体系 你认为美元的信用 是不是将受到致命打击 2022年中国占据全球顺差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不用美元了 你认为美国敢承担这种风险吗 所以民进党在忤逆不孝 它现在也是美国的狗 它怎么全费美国会进行控制 美国也不想让局面不可收拾 那对我们来说呢 简单点说 每向后推一年 我们付出的成本就会急剧下降 美国所承担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 事实上等我们的芯片工业体系完成后 挖倒就差不多废了 对美国的利用价值就几乎已经没有了 第三 很多人说还不统一战争 谈什么复兴 我们一定要清楚 统一是复兴胜利的宣言 而不是发起进攻的冲锋号 统一是终极目标吗 就是最终的目的吗 我们就先不说立陶宛这样的罪儿小国 威地玛拉 宏都拉斯 尼日尔 海地 索马里 这些国家都看似领土完整 那么是不是很应该羡慕他们呢 我们是不是不如他们呢 西欧国家大部分领土完整 而且他们要看美军都不用出国 到处都是美国的空军与导弹基地 而且这些基地他们的政府和国会无权撤销 一切都要听美国的 很多人到今天依然不能理解挖岛战略 是因为不清楚我们的目标 把拿回挖岛当成了唯一的 或者是终极的目标 要按这个评价标准 那甲午战争之前的大清 岂不就已经是国力巅峰了 岂不是比现在还强 那个时候挖岛还没出去呢 现在就发动统一战争 确实能让很多人爽一把 接着就是全球经济危机 国外的日子雪上加霜 但是我说过 美国最不怕的就是鼻烂 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内也好不了 大量的外贸行业开始萎缩与失业 真到这一天又很多人开始骂起来了 大国博弈并不是些爽文 简单的让你爽一把 我们的大国战略 不会赌国运 更不会意气用事 更不是为了简单的让部分网民爽一爽 而是要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要用最小的成本来达成收益最大化 我们不用急 民族复兴的蓝图 不是要解放挖岛那么简单 比如我们说过 要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说到就要做到 怎么也要帮助日本人民先清算军国主义的罪恶吧 让日本人民去了解历史的真相吧 做到这一步 挖岛会哭着喊着求回来 不费一枪一弹 全虚全伪的回来 这仅仅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复产品而已 我曾经一再说过 复兴的关键不在挖岛 而在日本 第四 对挖岛的战略是什么 我是这样理解的 在我们争取时间的过程中 一直清晰的给挖岛传达一个概念 就是你别闹 给我消停点 别听你乱认的野蝶瞎忽悠 老老实实的去看看你情蝶 曾靠真本是一步步重回世界之巅 在这个时候挖岛要主动回来是不太可能的 美国要围堵中国 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战略部署的 总要找到抓手来进行遏制 没有挖岛 那就也有南海 不是南海 那已有可能煽动印度去搞事情 就算没有民进党这样的不孝子孙 美国也能找到阿三这样脑袋不好使的 或者是岸田这样急着当炮灰的 仅仅是美国认为 目前挖岛是最趁手的工具而已 现在是只要民进党不闹它 啥事都没有 等着我们的实力不断增强的 但是它一闹腾 脖子上的脚锁就会不断收紧 最终让它死无葬生之地 挖岛资源匮乏 粮食自给率连百分之三十都不到 岛内的工业生产与制造 全靠外界的能源与原材料输出 民进党自己都清楚 到时候都别说一天结束战斗 只要包围挖岛 自己就先崩溃了 而通过几次对挖岛的演讯 我们传递的信息是 消停点 莫做死 莫犯件 老老实实呆着 你要做死 吃苦头的是你自己 真正的挖岛战略 就是打乱美国的战路部署 跳出美国预设的陷阱 一方面震慑蔡尼等挖毒分子 让他们形成条件反射 每次做死都会让自己脖子上的脚锁收紧 而再不敢轻举妄动 并以此消耗美国的战略部署 为我们的发展腾挖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聚焦于亚太之时 我们已经将它的其他战略支点一个个捣碎 一旦到时候量变形成质变 就是全球彻底对美国失去信心 东庸抛售美元和美债的时刻 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在中东的全面失败 到了这一时刻 美国就已经回天乏术 第五 挖到还要多久回来 如果让我推测一个准确的时间 我认为是七年左右 这段时间我们会完成几件事情 自主芯片供应链搭建完成 再加上美国一折腾 台积电为代表的挖气彻底废了 台湾经济全面进入萧条 以新能源 电力与高铁为代表 中国成为真正的工业中心 制定全球工业标准 离开中国 全球工业成本大幅度提升 或者根本玩不转了 中国成为全球汽车领导者 占据市场份额近40% 006 007号航母下水 这几件事情是正在做 而且一定会完成的事情 以上事情完成之后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无意义 到时候他不是自杀八百杀敌一千了 是自杀八百伤敌使人 第五 挖倒的民意是个笑话 正所谓妙小腰风打 持钱王八多 这还能有啥民意 有个卵的民意 最后再说一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种必然 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 是稳赢的棋局 所以稳赢的棋局 我们只会用阳谋 让任何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小化 更加不会搞什么赌国运 挖倒他就在那里 跑不掉